真实快乐家全新系列 为您播出丰盛的乐龄生活 丰盛姐,你好 丁芳,你好 丰盛姐,愿意谈死亡课题的人好像多了 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的人还是对这个课题是有所保留的 不想谈或者是避而不谈 我想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事实 今天来谈谈好吗 是,非常好 很多时候我们很接受太多关于活在当下 认识自我 人际关系 美好沟通 可是很少人要告诉我们去思考人生的终结 思考我们怎样面对这个生到死的这个过程 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不怕死亡 他们知道有一个终结 但是很坦然地承认 但是很坦然地承认好怕这个死的过程 因为我们人会有疾病 疾病和死亡是你和我都必须面对和学习的课题 所以我们勇敢地来面对我们的死亡 就好像我们常常说面对问题接受解决问题 一样的我们也是面对死亡 安然地来处理 真的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规律 那么其实不管任何年龄层都会面对这些问题的 不一定是老人家 但是到了年老的这个阶段 更应该是做好充分的预备 坦然地来面对 接受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是 接受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就好像很多妻子的一直想要改变丈夫 但是如果他静下来说 我接受我丈夫就是这个猫样 我接受我的孩子就是不太会读书 虽然他很聪明 这样的话他们在对待事情就比较踏实了 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很难面对 骄傲死亡 就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那也要想到为什么我怕死 怕面对 所以除了我们不知道死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又没有回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情况 对吗 但是我会接触好多的 尤其是临终的病人 很多时候他们有时惧怕的就是这个罪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生为人正直 勇敢来解决自己的罪性 我们难免会犯罪 但是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承认 承担我们的罪的果子 我们愿意付这一个代价 我们就容易心安理得 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画个圆满的记号 如果风要带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就玩做自己的游戏吧 让他顺利的把我们带走 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孩在玩耍 那妈妈来说要带他回家 那有一些的孩子就乖乖拍拍手 就拉着妈妈的手回家了 但是有一些孩子就那边闹啊 把他看啊还要玩啊 跟妈妈斗气啊 结果发现最后还是要回家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种很愉悦的心情 去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当日子来的时候 我们说身有时 时有时 凡事都有定期 所以我们不要时候已经到了 还要上天来一直等我们 是的 时候到了 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踏上归途啊 那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 那么凤主姐 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把握机会 早些做些预备做好安排呢 是 我们看到世纪当中 秋天是最美的 最丰盛的果子 让人一年就有享受美好的果实 对吗 所以我们老年人就像秋天 要感觉到我们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所以为什么我给的题目叫丰盛的乐灵 那因为在一个阶段 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别人果实的祝福 我们好像秋阳上发和软的阳光 不像中午这么的厌热 让亲近我们的人感觉到是一阵的软流 而秋天中不免有时会有一些的消色 尤其是晚秋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会出现衰退 这个时候能跟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和平相处 那当我们看到一些很有钱的人 我们不用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死的时候 什么钱财也带不去了 所以我为什么劝告很多老人家 年老的时候不要太过孤寒 潇洒一点 慷慨一点 反正以后你真的钱都带不起 为什么不在生钱的时候 来祝福其他的人呢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害怕死亡 不敢面对的原因也是 我们对死亡很陌生 也很未知 不知道死后会要到什么世界 人总是这样 对于未知的东西 心里面都会感到害怕恐惧的 原来那些相信说 他们死后是另一个新世界的开始 是身体的转变到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所谓的天堂 就会看到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么的惧怕了 是心里面有那个确据 很确定的 有平安的 喜乐的来相信 自己将要去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还有如果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的 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 而且我们常常说的 后来他生病的时候 而你们也调解 然后我们拥抱 很好的一起大哭一场 过后的这个老人家就能够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心里面已经放下那个沉重的担子了 就是已经认错道歉了 就一生轻了 就能够安然的回家了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他过去的一些同事 朋友 他的牧师 来跟他们有个沟通 和好和解 甚至于有误会的地方 他也向他们道歉 也解释 我记得他有跟他的牧师说 我在病的时候 你来探望我 你要跟我握手 我没有跟你握手 我看到你的脸色很尴尬 很窘 我今天见你 我要跟你说 其实我是害怕细境传染给你 也怕你传染给我 真是很对不起 我觉得用这样的态度 虽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举动 但是却是一个对死亡的一个很好交代 那么死亡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生过程 重要的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这个对于面对死亡 这方面 我们对死 要有怎么样的一种诠释 解释 以便我们能够坦然的来面对呢 是 不管过去如何 或者如何的糟糕 就好像我刚才说 有一些人不敢面对死亡 就是因为他们在 生前在地上 活得不踏实 活得没责任感 很多的罪疚感 那这些就会造成他们不敢面对死亡 所以要他们一一地来认错 还有一样就是 你在生前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也要去解决 要去采取行动 我觉得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要 为我们的儿孙们留下美好的祝祭 那上发这个温和的光芒 尤其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待人处事 我们生活的方式 都助以成为他们美好的记忆 在我们生前的时候 从今天起 过去种种 我们就过去了 不要把它当包袱 背在身上 然后来懊悔 或者来荣耀 我过去是多么出名 我过去是多么成功 我们要跟我们的过去干杯 再见 过去有不愉快的 我们跟他们握手言和 前今天起 我们注重我们身心里的健康 我说过 健身比健身更重要 享受好我们的晚年 让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没有这么的担忧 那我们也美好的生活 也减少很多残眠 病坛上的担忧 我跟我自己这么祷告说 我愿意死在这个 我的工作的侍奉当中 我的辅导 就是说我辅导完了回家 我就上天堂 我不要死在病坛上 这是我的心愿 那如果我们活得好 我们就会减少这个病魔的折磨 也能够减少我们的老伴 或我们的子女的担忧 对不对 那就比如说 有很多的老人家 他们喜欢独居 喜欢跟亲人儿女隔离 这个其实是造成很多儿女的担忧 有很多年轻人都告诉我 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 他们单独住 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担忧中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间去世 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也能够为自己办身后事 最近有很多比较文明的父母 都会为自己先办身后事 就有一些老人家就会说 我要怎么样的葬礼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要什么的花朵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人家 他吩咐他的儿子说 当这一些人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要你请他们吃十道菜 十道菜是人家新娘新郎 或者做大寿才请的 可是他说不是 我要让大家庆祝 我上天堂的日子 是快乐的 是美好的 不是伤心的 我觉得对死亡我们要 最重要就是先珍惜我们 接下来的这一段的过程 用心去品味我们这一世的风景 最主要活的尊严 死的体面 风之姐 谢谢您 就是跟我们谈这个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潇洒的面对子王 希望我们在世的日子呢 在挥别之前 我们都留下家美的饺宗 我是管家罗靖芳 我是颜凤珠 我们下支节目再会 再见啦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